好 欢迎回来 在上一集的进讲班 我们完成了整个第二大章第五目第三条的学习 本节和我们学习第五目第四条 交通导型方案设计的要点 同样很重要 选择题能考 关键案例题考到的可能性更高 所以要求同学们一定得把握 而且一旦考到了交通导型 它还不超纲 无论二件试证还是一件试证考到了 它都是教材原文 而且它的考点特别集中 你只给我看汉字山足够了 其他都不用看 所以考点集中又考案例题 何乐不为 我们要求同学们拿到满分 尤其我们和建筑专业不一样 它在建筑红线以内盖房子 一般对于我们交通影响比较小 但是我们的市政那影响大 你比如说你的路面工程 可能你的路面更新就会影响通行 它可能会断路 包括我们施座桥梁 上下有交叉有障碍 所以才有门市支架 保证我们交通流量 这份的连续性 包括我们还说到了隧道部分 对吧 你的明挖 明挖极坑 你的施座 包括我们的水池极坑 你要用明挖 包括我们的管道 你要是明挖开槽 都会断路 因此它会占路 它会挖路的话 我们就要导行社会交通 去其他的位置 它避免断行 你要把它导到其他的位置 保证我们的车流量 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交通导行方案 对于市政的优位重要 所以他喜欢考这部分的案例 那么这部分的案例如何考核 我们一起来学习 教材上汉子三 导行方案的实施 汉子库为一 首先你不是想导就导 想战就战的 那是不行啊 所以就像我们之前 技术部分讲管道一样 你这部分的燃气管道要过核 你要随桥辐射也好 还是从桥底下钻也好 都要找相应的管理部门 没错啊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交通导行 找哪两大部门呢 注意你找交通管理 和道路管理部门的批准 但是呢 我一直认为交通导行 这份汉子户户一的 这一部分的标题啊 写的太稀松平常 就怕写出来以后不得分 所以我把他的两个名字 改成下面的黄体字 又同时说 你郭老师 你擅自篡改能得分吗 我可不是擅自篡改 我下面加的这两个部门 在第三大章 第一部分就会讲到 站路和挖路 找的也是这两个部门 分别是市政行政 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你这两个部门 就是你站路和挖路 按文件的要求 要找的这两个部门 你交通导行 也找他俩 实际上这是一大类的考虑 那么你现在就按教材的原文 第三大章这个文件的规定 你去记住了他 站路挖路也用他 交通导行也找他 选择提案例题 你就轻松了 你就不用再去记 汉子括弧1这个标题了 注意啊 现在导行方案你要找的是市政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这两个部门 好不来看双括1 占用慢行道和便道 你不要以为车少人息就随便站 也不行 必须要找到这两个部门的批准 按照获准的交通疏导方案 你去修建临时的施工 变线变桥 在你的施工变线变桥上走的是你施工的机具 车辆和人员 方便施工吗 减少干扰社会交通 避免拥塞啊 好 双括2 按照施工组织设计呢 设置围党 严格控制临时站路的范围和时间 这份的设置围党呢 同学们好理解 是为了有效的 把我们的施工区域和社会环境的分割开来 保证施工安全 防止串扰的 尾党要能挡得住 而且你方案里面 一定要注明你站路的范围和时间 所以要严格按 方案里面规定的范围和时间 获批的范围和时间来站路 范围不能变大 时间也不能任意的延长 从而可以确保车辆行人呢 能够安全顺利的通过区域 第三个 按照有关规定呢 设置临时的交通导型标志 好 要由尾党挡住 导型标志 还是我刚刚那句话 我们现在的主路呢 比如说你站住了 挖开了 你在干活 那我的车在主路上不能开 那开到哪去呢 很可能呢 你要导型到两边的服务上 所以这个时候 你的导型标志要做好指引 引导车流 所以标志肯定要有 很多同学自己在所在的城市 开车也都能看到啊 没问题 然后设置呢 路障和隔离设施 注意啊 它和尾党并不是一码事啊 不是 因为我们有围栏呢 有水马呀 这些隔离设施在有一些地儿 鸡脚嘎啦啦地儿 就得把它摆上 所以光有围栏还不行啊 不是重复的啊 该写的都给它写上 路障 隔离设施都得写上 这现场都得有 考案例补充型的问答题 你要是不够 漏了 少 还得往里面加 就这个意思 双括四 组建现场人员 协助交通管理部门 疏导交通 也就是说呢 你疏导交通 就是为了避免拥栽 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没问题 我们后面的汉字括弧三 会给这个人 岗位一个名称的啊 好汉字括弧二 交通导型措施 所以 严格划分这些区域 这些区域的名词呢 能考文字型的案例问答题 比如说我在背景资料里介绍了 我在现场设置的哪些区 不够 让你补充 可以吧 而且也能考我们的实图型的案例问答题 把这个区域画在这些图上 然后呢 比如说某些区没有让你去补 没有记错的话 18年的二件 2001件都这么考过 所以按照这个规律呢 今年这个区域考实图题 22年来说可能性小一点 那就考文字题 也就是说有些区域 在文字背景资料里 它没有让你去补充 首先呢 一开始呢 就要有警告区 我们给同学们画一个实际图看看 也就是说 从这个平面图上 它先有警告区 有一些相应的警告标志 告诉你前方有施工作业等等啊 那么这个时候警告区 这是第一个 开头先碰到的 然后你车再往后开呢 就来到了上游过渡区 经过了上游过渡区里以后呢 就来到了缓冲区 这部分呢 要求同学们你要能够理解啊 到了缓冲区的时候啊 你会发现啊 突然车型变缓 车道收窄 速度变慢了 所以这就到了我们的缓冲区 然后直到你开车经过啊 通过车窗 你能看得到有作业区 对吧 这部分呢 也像我这个视频图一样 这是我们现场的施工啊 它的一个长度 我们都能看到这个 干活的地儿的 所以这就经过了作业区 当我们离开作业区以后呢 就进入了下游的缓冲区 直至完全离开 解除限速 这也就是到了终止区 是吧 这些区呢 希望通过同学图片 能够加深一下印象 好 接下来 统一设置各种 交通标志 咱刚刚的汉字呼呼一讲过了吧 隔离设施 咱刚刚也讲过了 这是我们教材辩媒 常犯的一个小毛病 写着写着 自己讲过的东西呢 他忘了又重写一遍 没问题吗 交通标志 隔离设施应该有的 我们已经讲过了 但是夜间警示信号 咱没讲 换而言之呢 前面我们讲过了 有围党 然后有交通导型标志 有路障 有隔离设施 有这四个 但是晚上我看不见 这些东西怎么办 你要有红灯示警 要有反光标志 都可以 所以夜间的给它补上 我就按照这个序号往后编了 你应该现场 设置的有这五个对象 夜间警示信号也有 这我数成第五个了 为什么按照数字 给它编上号呢 你就不会漏了 如果现场它有围党 其他东西没有怎么办 交通导型标志 隔离设施 路障 夜间警示信号 你就可以加进去 它命题就这么考嘛 所以我们这么讲 我们就这么复习 双括三 严格控制 临时站路的时间和范围 又讲一遍 因为时间和范围 你写在文件里面的 去批了 批下来以后 时间范围就不能动了 特别是分段导型时 必须严格执行 获准的方案 你发批下来以后 不能动 一定要严格执行 第四个 对于作业工程人呢 你要有教育 培训 考核 他要强化 交通安全意识 但光是靠教育 培训考核不行 还必须要有个 施工交通安全责任合同 他要约束 施工现场 作业人员的 交通安全行为 因此 双括四 考案例的补充题 比如说你现场 有做得不到的地方 我们现场问你 还有哪些措施 没有做到 你要问问自己 工人的教育 培训考核做了吗 同时这个合同的名字 你要能默写啊 考案例题 比选择题的概率更大呀 虽然你要知道 签个什么合同啊 他现场当中 没签合同 不对 那你要补签一个 什么合同呢 叫交通安全责任合同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 交通导型的专题啊 好 第五个 依据现场变化 即使的引导交通车辆 为行人提供方便 到底这个人是谁 谁在引导呢 我们这部分呢 待会回到教材上 就能知道这个岗位的名称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能看到啊 有未来 有利锥 有交通导型的标志 是吧 我们这部分有利锥 有这部分的固定堆 是吧 我们给它起个名 这实际上也就是相当于 你可以作为隔离设施的一种啊 以及我们呢 有交通导型的标志 然后呢 我们也有警示标志 也有限速标志 是吧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呢 往哪个路上去开 是这个意思吧 他用这个箭头告诉你 往哪个路上去开 要有交通导型标志 包括我们呢 也有水马 没问题 还有呢 现场呢 有违党 晚上看不见怎么办呢 哎 红灯示警 是吧 红灯示警 所以夜间警示标志 都有了 因此呢 我们的违党啊 或者什么叫路障啊 隔离设施啊 对吧 包括我们夜间警示标志啊 这部分呢 都应该有 该有的呢 就要有 还有我们的交通导型标志 咱们刚刚也看到过了 好 情况一 施工现场 按照我们的施工方案 在主要道路交通路口 哎 港元的名字出来了 叫专职交通疏导员 不能是兼职的 就怕他工作精力涣散 分身乏术 一定要工作精力集中 这个是我们施工单位的人 出的这个人 在现场不搬砖 他只是维持疏导交通 虽然我们的工地上 不是每个都有 虽然呢 他有点太过理想化 跟我们的实际 可能有点差异 但你要知道 这是理论考试 他告诉你 按规矩该怎么做 你就应该怎么做啊 所以主要的 道路交通的路口呢 要有专职的交通疏导员 没有就是错的 案例你要会补充 然后呢 积极配合交通民警与协警呢 搞好施工和社会交通的疏导工作 减少由于施工造成的 交通拥塞现象 第二个 沿街居民的出入口呢 实施足够的照明装置 必要处 还要搭设便桥 为了保证居民促行 和夜间时空 创造必要的条件 这句话 还真的很常考呢 啥意思啊 因为我们的市政专业时空啊 往往和我们的居民小区的出入口 有交叉 比如说呢 你要做管道 无论你是把它挖开来 重新修呢 还是换新管子 常常把居民的出入口 给它挖断了 那么居民没有办法回家怎么办呢 它很可能就要铤而走险 它要穿越你的施工区域 就为了回家 那么这样就太危险了 怎么办呢 我要给它搭个便桥 让它方便回家 不要穿越施工区域 这叫搭便桥 那有时候晚上回来 便桥容易掉下去怎么办呢 就要照亮回家路 还有足够的照明装置 就是为了保证安全 对吧 提供方面 好 那么有同学问了 那么我们交通导情的方案 报批这两个部门 你说是根据第三大章来的 教材的依据在哪呢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专题 整体 我们把它放在一块去选 第三大章第一节 第一幕第二条 占用或挖掘城市道路的管理规定 我们把这份的内容 作为一个专题讲 也就是说 你不是想占就占 想弯就挖的 未经市政工程行政组管部门 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没有他俩部门的批准 任何单位个人不能占用 不能挖掘城市道路 第二 如果因特殊情况 确实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 就是找这俩部门再次重复 市政工程行政组管部门 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经过这两个部门的批准 你才能占路 而我们的教材双破三 挖路的情节更严重一点 很明显 挖路首先有破坏 而且你挖路实际上 影响交通的时间会更长 所以 如果工程建设需要 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 找的还是这两个部门 对象不变 但是程序多一点 需要有文件证明你有必要挖路 所以你拿的文件要多一点 有两个文件 一个是城市规划部门 批准签发的文件 我把它简称为规划文件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关的 试级文件 拿了这两个文件 还是到市政工程行政组管部门 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这两个部门 证明自己有必要挖路 去办理挖路的手续 这样的话批下来了 你才能按规定挖掘 因此你看通过第三大章第一节 我们第一幕第二条的 这一个两个部门的 不断的宣导 这下你记住了 站路挖路交通导行方案的报批 找的都是他俩 选择案例都能好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来做一做 16年一件这道案例的节选 为了减少管道 时空对于我们交通通行的影响 县文部制定了交叉路口的交通导行方案 获得了交通管理部门和路阵管理部门的批准 这俩部门呢 16年当年都有了 就不用补了 交通导行的措施内容包括 严格控制临时站路时间和范围交参原文 时空区域范围内 有警告区中止区等交通疏导作业区域 看来这个区域不完整 后面肯定会让我们补 第三个 于时空作业队签订了交通安全责任合同 他有这个合同 没问题啊 当年第三题 交通疏导方案二中 还应该规划设置哪些交通疏导作业区域 你仔细想想看 总共有六个区域 现在警告区和中止区 他把一头一尾这俩区给我们了 那么还少四个嘛 没问题吧 咱们刚刚也都看了平面图了 有印象了啊 警告区过了以后就是到了上游过渡区 上游过渡区后面呢 是缓冲区 缓冲区后面你看到了 这就是作业区 作业区过了以后是下游过渡区 是吧 那么所以这部分呢 同学们你能够理解 这就可以了 下游过渡区过了以后呢 最后才是中止区 所以一头一尾他有 就少中间四个 上游过渡区 缓冲区 作业区和下游过渡区 就这四个 对吧 所以我们就当年呢 第二题 他就第三大道大题 方案二少这四个 当年这题就是四分 要求同学们能够拿满啊 好没问题 答案我们就不读了 当年第四题 疏导方案当中 还要补充哪些措施 对呀 背景这里告诉我们的这些方案 他没有错呀 但是不完整 所以你根据我们刚刚叫大家的汉字三 你就往里补 他少啥 你就给他加上 他这部分呢 首先 在这一个路面上要设置的各种零件 他没有 是吧 这些零碎包含 交通导型标志 路障 隔离设施 尾档 夜间警示标志 他都没有 你想到的都可以往里放 包括双库三 他这句话也不全的 光签了合同 对于施工作业人员 你还要有教育 培训和考核 是吧 就把它往里加进去 还有什么没有 我们现场要设置 专职交通疏导员 他引导交通车辆 为行人提供方便 是吧 所以他没有讲到 咱们都可以往里去加 没问题吧 我们该加的都加上 包括有同学说 设照明装置 搭便桥 可不可以写 也可以 他虽然没有讲管道施工 对于我们居民小区的影响 反正你只要会背的 和题目有关的 背景在这里没有的 你就给我写 多写了 他不到扣分 因为你这不是胡乱答题 对不对 只要背景在这里没有的 和体系相关的 你就可以写 嘟嘟一扇 写到了以后 他看到点给你加分 而你要没有写到 你漏分 那么你的分数就低下来了 那划不来啊 所以我们要求同学们 写全一年 因此当年这个第三题 同学们能够理解 第四题 我们答案讲过了 就不去一个的读了 同学们你看你的思路 应该和我在看到 这一题的时候的反应 是一样的 看他少了哪一些 路面上这些零碎没有 是吧 作业工人只是签了合同 还没有一些操作 教育培训考核 他还没有 是吧 所以我们同学们能够理解 该放的东西一定要有 好 再来换一题 2011年这道案题的节选 接到任务以后呢 向文部对于现状道路 进行综合调查 编制了施工组织设计 和交通导信方案 报监理单位和交通管理部门呢 审批了 导信方案呢 有了 他问你还要报哪个部门 对呀 我们说就有俩要报 你这个交通已经有了 不还少一个吗 少哪一个 少市政工程 行政主管部门吗 这不就考案例的问答题吗 当然也能考选择 可是案例题的肯定性还是更高一些 除了交通管理部门 这哥俩还少一个 就是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 那这部分呢 应该给他达上去 这样我们就能拿到满分 没问题啊 好 本讲内容呢 就结束了我们整个第五幕 实际上我这一节课讲的是 第五幕第四条 交通导型的专题 这个讲到这里第二章 讲到现在为止 第五幕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有一人呢 基本上一堂课讲一个专题 让同学们理解学话 考到的可能性非常大 夏节课的第六幕啊 也不可等先是之 这些环保啊 绿色时空文明时空啊 也是我们现在的主旋律 很容易考案例题 但是相对来说 它难度比较小 记忆的东西比较少 所以比较好拿高分或满分 那我们把它放到夏节课 再去复习 好 本讲内容呢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